受到太平洋高压笼罩的影响 全台天气稳定 星期一星期二各地的天气是高温炎热 气象局也针对了花冬重谷 发布了连续出现 38度极端高温的红色灯号 而在星期三到星期五 则是受到南方云系的影响 花冬天气降温 并且有短暂正雨发生的几率 提醒花冬的乡亲要做好防晒补充水分 避免因为热而受到伤害 受太平洋高压笼罩影响 全台各地持续高温炎热 周一周二花联台东 有出现36至38度以上高温的几率 气象局针对花联重谷 发布连续出现38度极端高温的红色灯号 此外现场外出务必要注意防晒 11 12我们主要还是受到 太平洋高压的影响 所以天气相当的炎热 尤其在重谷的地方 我们已经对花联这个地方 发布了红灯警戒 红灯警戒就是说 在这一天 那个花联地方会达到38度以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像昨天 在灼兴那边测到大概38度多 高温大概都在32度上下 然后在重谷的地方 可能会更高到36、37、38度都有可能 然后这周大概还是偏向于 5后的一个前行 然后11、12因为高压比较强盛 所以5后对流可能会受到一些压抑 然后达到13、14、15的时候 南方云星会上来 然后高压会东退 东退一点点 所以那个时候大概 5后的阵雨就会比较明显 然后16、17大概 太平洋高压又开始升进来 所以在16、17温度又相当高 周间周三至周五 太平洋高压减弱 南方营系水汽影响滑东地区 高温会稍微降温 并留意午后震雨发生 到了周末又转为高温炎热天气形态 提醒出门民众务必做好防晒 补充水分严防热伤害 记者长邦彦华临时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